地狱游记 第十回 由第二殿与楚江王旭谈 并参观讲道所 天运遂赐秉承年六十五年论八月二十六日 济公活佛讲师曰 三草普渡鬼神人 地狱机关日日新 任耳阳间多暗示 南逃法眼夜游巡 济佛说 游民著书 费尽神人苦心 未渡世上迷人 不惜代价 所谓为善取乐 诸身效劳 美智更深夜静 确实感动我佛 三草普渡 上渡天和汉心斗 中渡人间云云众生 下渡幽明恶鬼魂 天人共芒于此时 圣门弘开 真道普将 有缘遇到修道 无缘面佛排佛 自远天堂之路 环冠人间 处处善唐伶俐 道气家家君可闻 思实也 文化复兴 古道重行 呈现一片吉祥瑞相 的富贵魂呆圆久 今日将带阳生 游民参观 并将详情敬谢于世 阳生准备游民 阳生说 我已准备好了 济佛说 今日所游 是为第二阶段 要提起精神 阳生说 遵命 如有失礼或差错 请恩师指责无妨 济佛说 无事也 快坐稳连台 要启程赶往明府 已到了 快下连台 阳生说 前面是何处 但见人群拥挤 牛头马面 各压亡魂而尽 济佛说 此乃第二殿 我们快行 前去参见楚江王 阳生说 前面来了一般人群 中间一位生魁体壮 身穿古式袍服 如凡间供奉 神像之衣服一样 还闪闪发光 看来微风凛凛 旁边好像都是护驾将军 济佛说 此正是第二殿楚江王 快向前参加 阳生说 参加楚江王及诸位先官 楚江王说 免礼 快起来 欢迎济佛及圣贤堂 阳善身大驾光临 本殿早接御旨 知贵堂为了书写地狱游记 要来地狱十殿一游 刚才又接到济佛首遇 获悉今日将有本殿 所以前来迎接 请二位随我入殿续谈一番 济佛说 多谢明王厚礼 阳生 我们随明王入殿吧 明王说 请二位入会客室烧气 将军 快敬茶 阳生说 圣谢 今夜我们师徒打扰 请多原谅 希望明王多多开示 并请说明二殿情形 明王说 你客气了 本殿可说是地狱中 正式的刑罚所 凡是由一殿交来的亡魂 其功过大都明了 但有部分罪魂恶性脚赖 因其在世 习性已冠 一时虽欲应付 接其窗疤 仍然不知悔改 所以魂到本殿 先将阴茶布打开 对照其所犯的罪过 一一是明 如果是本殿全则所辖 立刻判入十六小地狱 或其他新社的小地狱受刑 因人间社会的进步 德府也跟着心增加了许多囚欲 所谓十千法一千 许多阴律 也要顺应时代的潮流 应时增山 以成步伐之徒 继佛说 树里之变 在的成形 在天成像 人间任何景物一变 天堂地狱 马上影射现行 故事人一举一动 人间一草一目 天如大镜 立即照出 地狱府再由天境反射 也是一样清晰明了 不要以为科学发达了 鬼神就可以消灭 是人想以有形来战胜无形 那里之道是无形主宰着有形 先佛鬼神 是冥冥中的主动之力 仍是被动的 阳神说 原来如此 世人都是说 地狱没人见 起之斑斑斑现行在眼前 太奇妙了 也太可怕了 恍然我身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冥王说 我因公事缠身 不便多赔 命将军带阳善身参观各域就可 将军说 遵命 阳身说 殿前那些亡魂 有的头戴夹锁 手扣铁链 比阳间的罪犯 还要可怜 冥王开堂审案 敲桌呵斥 如乡下骂牛一般 将军说 时刻有限 请阳善身 不要留帘 快随我出殿 济佛说 走吧 不要再看了 阳身说 此地人群聚集 却鸭却无声 这是在做什么呢 将军说 阴县时正值三草普度 的藏王菩萨 在美殿君设有讲道所 凡是狱中的罪魂 尚有善根的 受行中表现良好的 皆可轮流到讲道所 去聆听先佛说法 所以要谨慎轻步 不敢出声 你看他们陆续小心进入 阳身说 原来地狱府 也有为了要渡鬼魂 而开办讲经说法 可比阳间道处设有鸾堂 浮鸾产教义通样 在家修道的人也不少 先佛实在是太慈悲了 不辞辛劳 降落凡尘 地狱 就渡阳间众生 及阴间鬼魂 济佛说 我们随这些鬼魂进入吧 阳身说 好 大门上写着一殿 讲道所的字样 每个鬼魂入门 先到旁边的一间小屋报道 然后再进入内 好像阳间工厂的守卫是一样 将军说 此乃守门将军所住 负责管理出入的鬼魂 如果没有各小玉分发的参会证件 都不能入内 我先去说明 你们要游览地狱写书的实情 二位在此稍后 我已报告登记完毕 随我进入教室 请在前席坐下 等待先佛降临 济佛说 现在是南海观世音菩萨 法驾降临 阳身俯伏皆假 阳身说 遵命 观音大士已经登台准备说法 室内椅子 跟凡间学校学生 所做的完全一样 大约有二千人左右 大家都浮露笑容 观音大士在台上浮帘而立 一身素白 净瓶柳枝 瓶瓶沾水洒下 请问恩师这是什么用意呢 济佛说 法与同瞻 甘露普师 有缘自能得度 表示天心慈悲 不分四身六道 只要肯回头 肯改过自心 疑律慈航忌度 此乃观音大士之宏愿 不要多问 快听救苦救难 观世音大士的说法 观音大士说 台中圣贤唐阳善身 及济佛今日参陪此会 无甚喜之 希望阳善身 听我说法之后 回到阳间 尽量劝化世人 贵堂为了要谱化世人 全体阮身陷尽心力 牺牲一切 造就此行 广度天下众生 精神可佳 将来必入圣贤之位 惜勉力为之 济佛说 阳身快寇谢大士此语 阳身说 感谢观音大士的勉励 我回堂后 当转告全体同修 勿赴大士之讯欲 大士说 现在说法开始 人自无始以来 死死生生 但形体虽死 灵性不灭 你们今日魂到阴府 未能了解 醒悟患身是假 会性方针 各个情爱难舍 怨称不消 阴悟是井如梦 清源乃因果所救 循环相报 一抵一消 不可再度痴迷不悟 如念头不息 凡心不死 轮回无奇 经逢舒适 人心不古 会跟浅漏 幼儿出世 聪明乖巧 虽说天机早漏 但风中火烛 难以持久 所以恶习一生 本性即失 已至聪明 自悟会光不明 伤天害理 损得乖利之行 层出不穷 世间因而混乱 人伦颓败 你们就是堕落身坑者 但肉体已失 罪孽随身 虚知影子是随负人生的 不要以为无光而影子就不会现行 人的一丝一念 手脚就发生作用 业障立刻缠身 现在堕入了幽名 尚存一点良知不媚 知过忏悔 无今奉劝你们要了解醒悟 好好受罚 多多磨练已消罪孽 忍耐痛苦 按下愿称之心 罪业其满 我自会来相堵 讲壁 祭佛说 快送假 扬身说 遵命 多谢观音大事经言 全体鬼魂皆俯服送假 甚多听后感动的痛哭流涕 祭佛说 大事怜悯鬼魂 四下经言 相劝未免 实事大发菩提之心 悉天下众身体悟之 如得人身 不早修道 死后到地狱受苦 然后再修炼 就比较困难了 时刻有限 扬身准备回堂吧 将军说 如有失礼之处 请祭佛及扬善身赦罪 扬身说 那里那里 我是一个凡人 何敢说设罪 那太冒毒了 在请问恩师地狱各殿 都附有讲道所 到底罪魂要何时才能了罪成道呢 祭佛说 各殿所设的讲道所 乃是最初级的 先考验罪魂心性开悟的深浅 而后令有更高级的修道所 让他们在修炼 现在不讨论这些了 应时刻已晚 快上连台 准备回堂吧 并多谢将军之招待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预告下次分享地狱游记 第十一回油粪尿尼小地狱